聽一下這個曲子 這個就跟眾名曲無關了 跟畢竹齊完全無關了 你就純粹領賞就好了 然後告訴我這題曲 這個曲子 這個是第幾題啊 三應該沒有問題 來請問有沒有同學 我還沒有講這個曲之前 你就知道他的曲名了 或選擇哪一齣歌曲 猜猜看 沒關係猜錯不夠 試試看 跟莎士比亞有關 跟莎士比亞有關喔 沒有 沒有 茶花女也不是 好 給提示 所以我比較是普契尼 杜蘭索公主 另外一齣 好來 2005頁翻開來 2005頁翻到 親愛的爸爸 是的 親愛的爸爸 來 205頁 這底下 粉紅色王體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第二個重題叫 普契尼 然後 親愛的爸爸 Omio Bambino Carro 他的曲名就是 Omio Bambino Carro 然後選擇哪一齣歌曲 超音十七集 是的 超音十七集 是的 超音十七集 好 我們之前說過 歌曲的曲名怎麼來的 對 也唱了第一句話 有沒有印象 他剛剛第一句話就是唱 Omio Bambino Carro 是吧 是吧 就是他第一句話 好 Mio就是一大語文 就等於英文的那個 my my 我的 Babino 他就知道父親吧 好 Carro就是那個 親愛的 Dir的意思 Dir的意思 好 我們 我等一下會 把這個 強力十七集的歌曲 跟同學介紹他的劇情內容 以及 跟你說 Omio Bambino Carro 是誰唱的 在什麼橋段 會唱出來 然後等一下呢 我就要請同學們 如法炮製 我會弄 我會挑 第十二科的 五出歌劇 五首涌炭跳 然後要你們演出來 好 怎麼樣演 我等一下會跟你說 你現在先不要緊張 我先跟你講 有哪五首 來第一首 205頁上面 普吉尼的 杜蘭斗公主 然後裡面的勇漢跳 公主徹夜未眠 好 你就可以邊想 等下我會讓同學分組 分五組 然後 看你們要去協商一下 哪一組做哪一個 來再來203頁 威爾地的 阿伊達 然後裡面的那個 凱旋進行曲 如果有吹小號的同學 如果你建議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自己吹那個 好再來 200頁 華格納的羅恩格林 裡面的婚禮進行曲 好 再來 199頁 羅希尼的 賽爾維亞的理髮師 裡面的好試者之歌 這個 這一個歌劇故事 你有聽過的舉手 賽爾維亞理髮師 好 OK 這裡面蠻有趣的 而且如果要讓你們演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自行去加橋段 例如他橋裝成什麼身分 去要去追那個女生的時候 你們可以自己加 加入現在的元素 沒有問題 好再來 198頁 莫札特的Dongjovani 這個西班牙的風流的騎士 裡面的目錄者之歌 OK 這個就是五出歌劇 五出歌劇 好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來請同學先幫我看一下螢幕 我說完之後 再讓你們去分組 全班變成五組 全是抽取或分配的一首歌劇的 泳炭調 就我剛剛說的那五出歌劇 然後分別都有 裡面要介紹的那個泳炭調 什麼是泳炭調知道嗎 歌劇裡面 唱的部分就是泳炭調 可是因為歌劇它是演出來的 對不對 它不可能從頭唱到尾 好 除非那個華格納的歌劇 比較有這種情況 不然它是有唱的地方 也有說話的部分 那叫喧虛調 Restative 所以我們就以那個 我們分配的這個泳炭調合組 以戲劇的方式呈現 等一下我會示範 然後再來內容 去包含該說歌劇的劇情概樣 大概三分鐘 歌劇很長 動輒一個小時 搞不好到三四個小時都有可能 所以呢 你盡可能 所以你們分工就很重要 誰是編劇 誰是導演等等 把那個工作稍微分配一下 然後該首泳炭調的聯想 須以中文概述演唱內容 及符合該泳炭調在歌劇中的脈絡 約五分鐘 其他有趣的內容或結尾 約兩分鐘 例如那個董球發明的結尾 我覺得就還可以去發揚 觀察它一下 然後每組十分鐘為原則 請確實分工 並將分工表確實紀錄 五首歌曲可參考YouTuber 搜尋關鍵詞 104TFG 歌劇泳炭調全市 聽說只要打104TFG就有了 昨天班級跟我說了 所以後面的字就不用 那 這一張 你可以不用拍 因為我大概發給各組一張 本組 全市的泳炭調 例如 男生鬥了吧 選字 Turlant 作曲者 Puccini 好 歌劇的劇情概要 這就看誰是去做這個劇情濃縮的同學 把它完成一下 歌劇中的重要角色 以及奔用炭調相關的角色 這一首曲子 Mata Mina 這個好 是Dong Jovani的那一首曲子 目錄之歌 但是因為課本沒有原文 所以我在這邊加原文 其他四首課本都有原文 如果你要查資料 用原文 搞不好會更容易有資料 然後小組展演 預計的流程 我不拘義呈現方式 所以你們自由發揮 好 就是分工一下 最後 小組分工表 導演 燈光師 音樂總監 舞監 服裝道具 演員等等等等 這個只是參考 沒有說一定要 因為你們每一組呈現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沒有說一定要 我只是提供你做參考 好 那個記住喔 如果你是那個服裝道具 你不要壓力很大說 那個我們這組演到那個杜蘭朵 所以你要去幫杜蘭朵試繡那個龍聰 不用 那個 如果你是抽到那個杜蘭朵公主 然後你又是那個服裝道具 什麼叫服裝道具 因為我們只有十分鐘 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們花太多時間 例如 你 不要的紙的背面 你就寫杜蘭朵 可以上去 你就是服裝道具了 好不好 或者是 卡拉夫 OK 這 就是了 六兒 就是了 大家就知道 這就是服裝道具 那當然如果你要多做一點巧思 當收 可是因為 首先我給你們的時間不夠多 因為五月底就要那個 我希望在那個 齊蘭朵之前 我們可以每一個每一組 就是研讀藝術歌劇 然後在呈現的時候 讓其他人很快的可以了解這個歌劇內容 我們就分工合作一下 所以不用去做的太麻煩太複雜 好 那燈光師啊 五間啊等等 就是看你們劇情有沒有需要 如果沒有需要 大家就不用有 好 那我現在來說明一下 以那個 強尼史劇集 這個劇 我來說明一下 怎麼樣用三分鐘 把劇情跟大家說完 然後再來 來 呃裡面的 歐咪咪咪咪咪咪 什麼時候唱的 好首先 我覺得旁白很重要 各組的旁白 除非你們這組 每一個人的眼力 功力都是應有的 那我覺得旁白就很快很多了 但是我覺得 我不是不相信你們 只是因為我覺得時間太短了 所以我覺得旁白真的非常重要 例如假設這個 旁白 好對的我先說一下 強尼史劇集 呃普希尼 他滿多歌劇 都是以那個 裡面的女主角 的名字 當作他 歌劇的名稱 例如杜蘭羅 例如 蝴蝶夫人 例如 Tosca 都是 那強尼史劇集是不是女生 不是 他是一個 五十歲中年的人 然後呢 這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列出來 然後 Loretta是他的 女兒 也很重要 因為他要唱那個 所以很重要 然後再來 這個 布奧佐 布奧佐 是一個非常非常 關鍵的人物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他 就是說 他很重要 可是他從頭到尾啊 沒有唱任何一首歌 也沒有講任何一句話 也沒有走任何的台步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為什麼 然後呢 布奧佐的重心有了 非常非常非常多 他的哥哥啊 他的弟弟啊等等 但我覺得 我這邊列出來兩個 一個是他的堂妹 Zitta 一個是 那個Zitta的 呃 侄兒 李努喬 因為李努喬要跟他結婚 所以很重要 這 我已經簡化了啦 我已經簡化的很 我覺得 還是我自我感覺良好 我已經簡化的感覺 很 很簡單耶 超過三個 超過三個就是複雜 欸你們是兩班耶 怎麼可能 超過三個就是複雜 超過一二三 一二 如果波索不算的話 一二 三四五六 六個 他真的還蠻複雜的 好 盡量啦 盡量 零分 波索 斷氣了 所以到後面 就不用演啊 啊 就這樣子 就這樣 斷氣了 然後呢 好 你也不知道波索 因為 《強力死雞雞》一個歌劇 沒有在我們家 分組的影片 讓你很遺憾 對不對 好 然後 這個 波索的眾親友們 就圍繞著波索 就開始 非常 假心驚的 就是說 哇 好可憐我們好思念你啊 等等的 可是 是真的大家都 發出這樣的心聲嗎 還是他內心有什麼大海 內心有什麼想法 對 他的遺產 尤其 這個波索留下來 最有價值的 他的房子 跟他的魚子 最有價值的 大家都在 都在搶這個東西 好 結果呢 就有人傳說 其實那個人就是 波索的哥哥啦 但是因為我寫出來 又會說太複雜 反正就有一個清晰就說 聽說啊 波索要把所有的遺產 都捐給教會 大家都說 那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要趕快找出來 他的那個遺書 到底他是不是這樣寫 然後呢 就在一陣慌亂當中 迪魯喬找到了這個遺書 然後他說 大家都說 快唸快唸快唸 然後呢 迪魯喬就說 不行 我不能唸 除非我的伯母 答應我 和強力士機器的女兒 劉莉塔 結婚 好 然後呢 這個 劉塔呢 就說 我不同意 然後重機器就說 拜託啦 拜託啦 讓他們結婚啦 不然那個遺書我們看不到 就不曉得真的那個遺產 是不是全部都捐給教會了 然後後來就說 好吧好吧 因為很困難 那就這樣吧 好 那答應之後呢 那迪魯喬就說 好 那現在已經答應我結婚了 可是我們還沒有解決遺產的問題啊 因為他真的 打開一定之後 就是全部都捐給那個 教會 所以他就說好 那這樣好了 我們請那個強力士機器來幫忙我們 他就去找了強力士機器 跟他的女兒 來這邊商討這個事情 在還沒有商討之前呢 那迪魯喬就說 我們已經達成協議了 好 我要娶你的女兒 劉莉塔 結果他爸說沒有這回事 我不會讓他嫁給你 可是他女兒就很心急啊 他女兒就說 怎麼辦怎麼辦 因為他們兩個已經熱戀了 然後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在一起 然後就是一直在這個結婚 跟遺產當中 非常非常的混亂 所以呢 那迪魯喬就說 那這樣好了 其實我們也可以請那個強力士機器 來幫我們 把他所立的遺書 我們來調包 反正現在沒有人知道嘛 對不對 然後強力士一開始 他是反對 他說不行 我不能參加加入這個陰謀 這個太太恐怖了 這個時候 他的女兒 就開始唱出了 歐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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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我現在的辦法 拜託你啦 拜託你 拜託你讓我嫁給他 因為我非常愛他 然後我現在要去買一個結婚的戒指 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要終身相守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不答應我結婚的話 我就要去投河自盡 好 那裡面的歐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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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就是在唱這個內容 好 後來他爸爸有沒有答應 有喔 不然就沒戲演了 所以就答應了 答應了之後呢 他們就想說 好 那我們現在同時也可以來想 我們要怎麼掉包 所以大家就想說 那這樣好了 強勵仔細細 你來幫我們 你來把波柱的遺體移走 然後你先躺下來 你假裝你是波柱 等一下我們去找醫生過來 我們去找公證人過來 醫生過來要幹嘛 因為醫生知道他嘛 就是要假裝他還有一口氣 所以醫生來的時候 眾人就支開那個醫生 但是要知道 他有聽到那個聲音 就是說 波索病情好轉了 醫生你的醫術實在太高明了 然後他也信仰為真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叫 假裝是波索的腔子機 發出很微弱的氣音 說 醫生 我好多了 但是我好累啊 你可不可以 幫忙的時候再過來 醫生就說 好啊好啊 沒問題 他就走了 所以 已經有第三個證人 知道說 他目前還沒有死 所以等一下請公正人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直接偽造 那個醫術 重新立一個醫術 好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說 現在 我們去請公正人來 但是請公正人來之前呢 將近之際 你要先想好 那個 那個財產 要怎麼分 然後 他已經想要怎麼分之後 他就說 我要告訴你們所有的親戚 我們現在大家都是共犯 在佛歐倫斯的法律 只要偽造為書 就是斷頭斷手 所以 不可以把這個東西洩漏出去 只要任何一個人洩漏出去 我們全部人都是共犯 我們大家都要一起斷頭斷手 大家說 沒問題 沒問題 你就分吧 好 公正人來之後呢 這個橋樁撥主的 相信直接就開始分了 他說 這支筆心給誰 謝謝 這個夾子給誰 他說分來也不吉一的 那不重要的東西 大家其實最期待的是什麼 房子跟魚子 那學習單給誰 都沒有人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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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到了最後要講那個房子跟魚子的時候呢 他就說 現在在工作人員面前我要公開的說我最有價值的房子跟魚子 好 我要給我畢生最好的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的名字叫做 強烈斯基基 Yes 強烈斯基基 好 所以這個時候 重情有 開始罵張華 對不對 好 不行不行 好 怎麼又有這樣的 然後呢 那個 橋樁撥主的強烈斯基就開始唱出 再見弗洛倫斯 其實就是 在跟他們講說弗洛倫斯的法律啊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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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他們閉嘴這樣子 好 然後後面也默認了 然後呢 等到公正人一離開之後呢 那強烈斯基基就開始大好說 現在這是我的房子 請你們全部滾開 好 這就是強烈斯基基的故事 好 歌劇的劇情真的都有點複雜有點長 但是我就說你們 我希望你們可以把這個劇情濃縮 然後用戲劇的方式把它呈現 然後當中那個 同學不要去唱喔 這樣我會太對不起你們 那太難了啦 也不要去學什麼 不用 好 那如果你願意唱 我會非常感謝你 你會非常感動 但是如果你沒有要唱沒有關係 我們就那個主角就對嘴了 然後那個放音樂就好了 放音樂 但是黃野兒如果你沒唱我會覺得我很失望 然後我會覺得我很對不起你的才華 所以你可以努力去學 好來 現在我們就 我們現在就分五組 每一組六個人 那六個人你找好之後過來跟我講 然後講的時候 你就跟我說你們這組預計要做哪一出歌劇 那先搶先贏好不好 先搶先贏 那如果真的 你後來還是有很多人想做那個的話 你這一個那一組協商 然後最後告訴我 好 來開始 抱歉 隨機單先收過來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亂 隨機單先收過來 收過來同時 就可以去找主員